春节期间,相亲相互串门也渐渐热闹起来,但是在农村人们还会饲养很多牲畜,而农村老人认为不同的牲畜突然闯进家门,那么也将寓意着不一样的运势。 人们常说猪来穷,狗来富,猫来头上顶白布啥意思? 读国学经典,误人生智慧,欢迎订阅酒窝谈国学。 猪来穷,狗来富,猫来头上顶白布。 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有一句俗语流传得很广,猪来家里穷,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它的含义是,如果猪跑到家里来,那么这家人就会变得贫穷。 这句话听起来有些荒谬,但实际上,它有着一定的道理。 猪是一种家畜,需要人们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饲养,如果猪来到家里,而这些时间和精力不能得到有效的利用,那么这家人就可能会因此而变得贫穷。 此外,猪也是一种比较昂贵的动物,如果家里没有足够的财力来支持猪的饲养,那么这家人就可能会因此而变得经济困难。 猪来到家里,也可能意味着一些不好的事情的发生,比如,猪可能会在家里搞破坏,把家里的东西都破坏掉。 这样一来,这家人就需要花费大量的钱财来修理和重建。 此外,猪也可能会在家里传染一些疾病,给家人带来健康上的风险,这些也都可能会导致家庭经济状况变差。 不过,这句话并不是绝对的,也有一些人会把猪当作宠物来养,这样也能够为家里带来一定的经济收入。 此外,在一些地区,猪肉也是一种重要的食材,因此,猪也可能会为家里带来一定的经济收益。 不过总的来说,猪来家里穷这句话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猪来家里穷虽然听起来有些荒谬,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养猪业和家庭经济之间的关系。 养猪需要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同时也需要一定的财力支持,如果无法有效利用这些资源,就会导致家庭经济状况变差。 老祖宗之所以会这样说,原因有三。 在农耕社会中,粮食是很珍贵的,加上历史上真正和平的时期是很有限的,猪的食量很惊人,一头猪相当于一家人的食量,如果不是可以喂食杂草,一般人家还真的养不起。 古人对谐音很在意,猪谐音猪,蜘蛛是会结枉的。 在老祖宗看来,蜘蛛结的枉会把家里的财气和福气粘住,同时会挡住外面进来的财运,这是很不好的。 猪的秉性是懒惰,说一个人不中用,好吃懒做,经常就会叫懒猪,一个家庭里,只要懒惰成性,那么家庭的境况就会变得非常糟糕,别说是富裕,连最基本的吃饭都成问题。 狗来负,狗来家里负是一句在中国流传已久的民间谚语,主要是在一些传统社区,如农村或小镇上,人们普遍认为狗是一种象征着忠诚和好运的动物,当一只狗意外来到一个家庭时。 这个家庭通常会认为这是一种好运的预兆,预示着他们将会有财富和繁荣的未来。 从修辞角度来看,这个谚语使用了比喻和象征的修辞手法,通过将狗比作财富和繁荣的象征,使人们更容易理解和接受这个说法。 同时,他也利用了人们对狗的喜爱和尊重的情感,将这种情感转化为对好运和财富的渴望。 此外,这个谚语还体现了民间智慧和人民的普遍心态,许多人在生活中都希望能够获得好运和财富,而这个谚语正好满足了这个愿望。 同时,他也传递了一个积极的信息,即忠诚和善良可以带来好运。 当一只狗来到一个家庭时,这个家庭的人通常会感到非常高兴,认为自己即将迎来好运和财富,然而,实际上这只是一种传说和信仰,并没有任何科学依据证明它确实存在,但无论如何,这种信仰仍然广泛存在于许多人的生活中。 老祖宗之所以会这样说,原因同样有三。 狗是人类驯化动物中最忠诚的,它不仅能成为主人的得力助手,比如帮忙打猎,看家护院等,还很有灵性。 能预判不好的事情发生,比如地震,狗的叫声很吉祥,汪汪谐音汪汪,有了这个优势,狗自然成为了富裕的形象代表。 狗很好养活,家里的剩菜剩饭就可以,相当于是花最小的代价为家里请来了一个长工,猫来斗上顶白布。 猫来到家里,对家人来说,的确有些需要注意的事项,有一种说法是,当猫从正门走进家里时,它身上会带着财运和好运的象征,因此,许多家庭会选择在猫进入时把它抱起来,轻轻抚摸它的身体,然后放在屋内安静温暖的地方。 另外还有一种说法,猫可以感应到家的信息,看到家人的健康状况,当猫走到家人身边,舔尸或摩擦某个人的头发时,这表明这个人的身体有些虚弱或疲惫,此时,家人需要休息和注意身体健康。 有些家庭会选择在猫进入家里时,用白布把猫包裹起来,这表示尊重和保护,同时,家人也会把白布挂在门口或者床头,象征着家里有贵宾到来,以示吉利和好运。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这些做法并没有科学依据,它们大多来自民间传统和信仰,因此,是否要相信这些说法,完全取决于个人的信仰和意愿。 老祖宗之所以会这样说,原因依然有三。 猫的生活习性和长相,有邪魅的感觉,咒服夜出,以肮脏的老鼠为食,不仅护食,还时常伤人,那锋利的爪子可不是开玩笑的,在坟地里,只要出现了黑猫,更是有不好的事情发生。 这些惊悚的色彩,自古以来就笼罩在了猫身上。 猫的叫声可不那么好听,特别是受到惊吓或者是发情期间的猫,那叫声简直可以用恐怖来形容猫吃老鼠的时候会储备粮食。 把死老鼠藏在家里,这种死亡气息对于家庭而言是很不吉利的。 老祖宗口中的猫,一颗指黑夜中的猫头鹰,两者长相相似,而且猫头鹰那双犀利的眼睛是可以在黑暗中看见人类看不到的吉凶之势的,拥有这种能力和巫师没啥区别了,故而也被认为是凶兆的代表。 当然,这只是一直流传至今的俗语,到现在来看也已经无法考究,它也仅仅是一种文化习俗以及老一辈农村老人的经验总结,同时关于猫闯进家门还有另一种说法就是猫来开当铺。 就是说遇到猫进家门,那么反而是好事,家中人做生意会越来越红火开当铺。 对于猪来穷,狗来富,猫来斗上顶白布来说,人们对于每一种动物进入别人家门都有着不一样的解释,就比如人们常说的燕子不进贫寒家门,这是因为燕子能分别富裕和贫寒人家吗? 其实是并不是,燕子比较喜欢在环境比较舒适而且不漏雨的地方住潮,而以前苦寒家庭的房屋经常漏雨,燕子是不喜欢居住的,因此我们从动物行为习惯也可以看出现实生活息息相关的点点滴滴。 总体而言还是有一定关联的,俗语猪来穷,狗来富,猫来斗上顶白布,其实就是老祖宗在日常生活中把很多难以解释的事情,以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之情,找了一个具象的承接者,是内心情况的抒发,更是对未来生活的袭击。 对于这样的俗语,我们在欣赏和学习的同时,也要保持一颗科学的心,去其糟粕,留其精华,这样才能把俗语的作用发挥到极致,毕竟社会在发展,文明在进步,千年前的经验并不完全适用于今。 大家有什么看法,可以留在评论区。 感谢大家的观看与支持,觉得内容还不错的朋友,可以点击订阅,您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我们下期见。